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很多人发现50岁后,病症多了 可能也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明显意识到 自己真的在慢慢变老了 很多人会发现50岁后,病就多了 跟一些疾病的特点有关 比如三高、冠心病等 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找上中老年人 因为人老了,血管就会老化,代谢变慢 久而久之,血管出现问题的几率就会上升 衰老没办法避免 但是有一些因素是我们可以主动控制和改变的 改变自己,降低生病的几率 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那么,今日中年,想要少生病健康惨瘦 平时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预防冠心病、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 就要控制好血压、血脂和血糖 这类疾病对人的健康与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三高是危险因素 它是现在很普遍的问题 对于过了50岁的人来说 建议要定期检测 已经升高的人更要重视 积极控制,把它们控制好 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风险,延年益寿 第二,预防和缓解便秘 要多吃蔬果,少吃红肉 消化和代谢慢了 若平时吃得不合理 便秘等肠道问题就会早来 想要预防这一问题 大家平时可以尝试一些富含上时纤维的新鲜蔬果 补充水分和营养 促进肠道的健康 第三,不想摔打 避免肌肉减少 就要合理补充蛋白质 人老了,摔一下很要命 其实除了变老这个原因 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也是一个方面 肌肉和骨骼的健康 离不开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的加持 建议中老年朋友 平时可以适当的尝试先呢 白肉,豆制品,合理的吃点蛋类 常喝牛奶,吃杂一点不是坏事 注意控制每一种的量即可 做到均衡营养,避免蛋白质不足 有助于预防衰老,降低生病的几率 第四,预防抑郁症等精神心理疾病 少一个人带着,多社交 很多老人的子女都在城里奋斗 孩子在城里上学,也就住在城里了 当他们住不惯,即使被子女接过去了 住了没多久呢,就回老家 回到老家后啊,觉得还是老家自在 都是熟悉的人,脸上的笑容也就变多了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长期孤独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不利 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参与一些集体活动 不要老是一个人在家里闷着 容易胡思乱想,不利于身体健康 第五,预防癌症 针对性的进行防癌筛查 建议中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针对性检查 比如经常感到胃部不适 应及时的查一下胃镜 大便时经常疼痛 或者大便形态变化 建议呢,要早点查一下场景 每个人都会衰老 这是逆转不了的 我们更应该看重了正确的养生 降低患病的风险 好了,朋友们 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不错的话 可以点赞分享本视频 并点亮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